總統候選人韓先生的部分 也有48件的假信息 已經移送法辦有29件 顯示檢察機關是行政中立 更沒有犯覽犯例的問題 近期政治人物召開記者會 談到檢察機關查水表犯覽犯例的情形 檢證的時候在此嚴正義迫事 首先偵辦假信息 檢察機關是有所謂的 選舉候選人或政治人物 他受到網路的恐嚇 或者不實信息、詆毀、攻擊 向檢察機關來告説、告誇 檢察機關會依照法定的程序來偵辦 難道召開記者會的政治人物 受到誤蔑、假信息的危害的時候 就不需要向檢察機關報案來寫求追查嗎 第二有關於犯覽不犯例問題 檢證所統計從去年的1月1號開始到今年的1月4號 偵辦受理假信息案件 總共有287件 其中涉及到國民黨政治人物的部分 有91件 偵辦後移送法辦有55件 那對總統候選人 韓先生的部分 也有48件的假信息 已經移送法辦有29件 顯示警察機關是行政中立 更沒有辦難不犯例的問題 另外也提到警政署定班查會 以及查處假信息的一個績效考額的這個部分 那是為了激勵警察同仁投入 維護選舉的一個公平性 考而主觀的責任是行之有連 計畫中假信息的查處的標的 如果涉及到選舉 妨害公平性的部分是核列10分 那一般對民生議題的假信息是核列5分 那這顯示要區別在維護選舉的一個公平性 保護候選人不受假信息的一個干擾 影響到他的一個選舉公平 另外最後警政署再者呼籲 政治人物爆料要事先查證 否則隨意陳述 本屬抹殺警察機關 依法來查處假信息 維護選舉公平的一個努力 本屬深表遺憾